今天阿凡达2官宣 内地定档12月16日与北美同步上映 这无疑是一个令影迷拍手称快的好消息 也是一记令内地影院喜极而弃的就是强心针 不管你是否期待这部好莱坞年度超级电影 阿凡达2作为今年的世界影坛压轴之作 它能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形式下 取得内地与北美同步的特殊待遇 可想而知是多么来之不易的结果 估计此时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发行方20世纪影业 以及幕后大老板迪士尼都要松一口气了 虽然迪士尼旗下的漫威影业 这几年在内地颗粒无收 但是好在阿凡达2终于敲开了内地影院的大门 而且还能在新年前半个月与北美同步上映 这让刚刚与内地市场擦肩而过的 华纳兄弟的DC大片《黑亚当》情何以堪 这似乎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明年的内地电影市场应该会好起来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 阿凡达2在内地同步上映 又是一件值得载入影史的事件 甚至大于本片在内地最终取得的票房本身 也许阿凡达2 未必能成为年度全球票房冠军 但是可以预测 本片一定会成为 年度内地影进电影票房冠军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所在的城市影院还在开放吗 你认为这部三小时的大片 在内地的票价会是多少钱一张呢 I'm a warrior like you I'm supposed to fight Pretend the people 胶囊电影台 一起看好戏 看好戏